生命旋律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留期篇稿 临宾主持 腐爱 阿牛出身在中国东北一个很穷很偏僻的地方 它数千三代都是以耕田以种菜为生的 因为年年失修 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 阿牛十几岁 就因为不满意家里的环境而离家出走 它出到省那里 因为字都不懂多个 只是得好盲力 所以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最后就沦落到要在街头核食 没多久还病了 当他最老到最失意的时候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回家 回到他父母的身边 家虽然是穷 但是两餐总算都有着落 阿牛有时落田帮下手 在修成之后 就和他爸爸一起拿菜过的隔离村买 精神都可以说有点寄托 慢慢阿牛的身体也都渐渐症好了 不过阿牛的爸爸就因为日熬夜熬 所以个身子就一日不如一日 为了投家 阿牛决定再次出省找东西做 牛伯听到个儿子这么说 当然是很不舍得 他很想阿牛留下在那儿 不过个儿子去以以缺 做爸爸的也都没他办法 所谓儿子大儿子世界 要留也都留不住 就像阿牛要走那一日 牛伯一直陪他走到出村口 他好像有很多东西要跟儿子说的 但是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所以他们两儿子走了很久 没有出过半句声 当他们就快走到出村口的时候 牛伯突然停下来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对儿子这么说 阿牛 我挨了大半世 从来都没想过发达 但是今天 我希望有很多钱 我知道你走是因为嫌我穷 阿牛 我和你妈就只有你一颗儿子 我们都几十岁了 还对得你几久 我 我真的很不舍得你 你可不可以留下不走呢 我们虽然是窮 但是始终都是一家人 所以有粥吃粥 有饭就吃饭 只要屋顶剩下一块牙 我们怎么都算得是有遮阴的地方 阿牛 你不要走 阿牛他没有出声 看到我儿子这么坚决 牛伯也只好忍着眼泪地说 唉 阿牛 有机会我们再见了 愿神祝福你 说完之后 他掉头就走 走了几步 他突然间又转回头 他捉住阿牛的手 再说多一声 愿神祝福你 那么就走回入村了 阿牛看着他爸爸的背影 慢慢地消失 他再忍不住了 他站在那里 好大声地哭 他哭了好久 好久 忽然间 他觉得手里面 好像多了一样东西 他摊开手掌 发现他手上 有一个很小的金币 阿牛他觉得很温暖 但是他又觉得很惭愧 他知道这个金币 是他爸爸唯一的财产 是他一生人的借蓄 而当他要走的时候 他爸爸竟然毫无保留地 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了 在雪花纷飞的寒风当中 阿牛的心里面 他觉得很温暖 他知道他爸爸怎么爱他 以前他真迷不悟 现在 这个这么小的金币 就打开了他的心窍 阿牛离开了他的家 其次后转转去了香港 他边学边做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最后终于发达 做了一个电子集团的总裁 他立刻在乡下 接了他爸爸妈妈出来 总算尽一点效果 因为他很成功 所以阿牛时事都给一些报纸 和雜誌访问他 但每次当阿牛说到未飞飞舞的时候 他就会鼓吹无神论 因为他的言论通常都有些偏激 所以时时都被人批评 但阿牛呢 他就一于好小理 有一个星期日 阿牛突然间心血来潮 他要去一间教堂聚集 希望以他出位的言论 向港道的牧师挑战 那个主日 牧师所说的是浪子的比喻 牧师说 神爱世人 远远超过天下的父母 对儿女的爱 而神就是因为爱的缘故 所以他希望沉溺 在罪恶苦海当中的人 及早回头 神欢迎每一个人认罪悔改 就好像比喻里面那个慈父 当他远远见到不肖子回来的时候 他就连自己的身份都不顾 立刻走上去抱着个儿子 宽恕他 还恢复回他的名分 听到这里 阿牛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神这种这么伟大 这么无条件 又毫无保留的爱 为什么以前他自己不知道 不明白的呢 当日自己穷 要离开家里的时候 他爸爸跟他说过两次 愿神祝福你 自己一直不是得到神的祝福 为什么自己会不知道呢 从那天开始 就使人觉得他们比较恶 比较难相处 甚至有点怕了 我自小 爸爸就灌得我好严 有时和那些小妹妹 差一点点 就被他骂 读书的时候 有些科不及格 就惨了 两个月都没得出去玩 那时候我不单止怕 还有一点恨我爸爸 时至今天 我做了别人的爸爸 才知道爸爸的用心良苦 才明白 他是多么疼我 中国人有一句 肺腑之言地说 严父谷我 慈母欲我 同样都是无穷无尽的恩情 严父很多时 因为不懂得表达 再加上一个比较强的形象 很容易就会被人忘记了 他温柔的一面 其实 如果我们可以打开 一个做爸爸的内心世界 我们就会发觉 他柔和的心 有何时挟止过呢 耶稣基督所说的 那个浪子的比喻 就很清楚地说出 做爸爸的心意 在旧约圣经里面 神所宣告的说话 就更加值得我们回味了 在耶利米书的三十章 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神这么说 我要使他就近我 他也要亲近我 不然 谁有胆量亲近我呢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好几年前 有一个叫做尖母心的牧师 在他爸爸的安息礼拜里面 他说了一番十分之感动人的说话 他这么说 今天我的心情虽然是很沉重 但是我依然要为我爸爸去感谢神 还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爸带我上山看日出 当时那种美好的亲子关系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种亲情和爱 日后就发展成为我对我爸爸 亦父亦友的关系 我爸爸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但是他爱我 我觉得我爸爸很伟大 他的伟大不在于他为我付出过什么 他之所以是伟大 是因为他一生当中 坚守对基督的信仰 永远都不会妥协 这段短短的分享 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他使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在太平洋战线的盟军统领 默克雅塞将军 默遂他游和谦卑 一生梦神祝福 他清楚明白到生命的意义 他求神保守看顾他的儿子 使他成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 在他的人生路上能够勇往直前 默克雅塞将军 为他的儿子写了一篇很出名的套告诗 或者就由我读给大家听 但愿普天下做人儿女的 都可以由父爱当中 领受神最美好的祝福 主啊 求你使我的孩子 坚强到一个地步 可以知道自己的软弱 勇敢到一个地步 能够在恐惧当中面对自己 求主你使他成为一个圣而不叫 拜而不缓的人 主啊 甘求你教导他 使他不要做一个只有幻想而没有实际行动的人 求主你使他认识你 同样也都知道了解自己就是知识的基石 我愿求主你不要让他走安稳舒适的路 而是要他受得起考验 能够抵受苦难和接受挑战 使他学会如何在风暴当中可以站得稳 更让他学习到对失败的人有同情心 求主你使他心底明朗 目标远大 使他在指挥其他人之前 先学会控制自己 求主你教他成为一个远尖未来 但是不会忘记过去的人 如果他能够做到以上的要求 我依然求主你赐给他有足够的幽默感 他在严肃当中不为己深 求主你赐给他有谦卑的心 使他时刻紧记 伟大不一定要轰轰烈烈 智慧要加上开明 勇力就要带点谦华 如果他能够做到以上的要求 那么我这个做爸爸的才敢说这句 我没有虚度此生 我没有虚度此生 神是爱他爱我被天告 神是爱他救我为我定十个 在各国他身上把月下 让我知道神是爱 神是爱他爱我被开心 神是爱他爱我为我牺牲 神是爱他爱我为我 神是爱他爱我为我牺牲 神是爱他爱我被开心 神是爱他爱我为我牺牲 若想更多的悟不走错 让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他爱你被天海报心 神是爱 他似你敬美心生 怀疼地中心生 教脱下 让你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他爱你被天海报心 神是爱 他爱我八月三 在各国他身上 第十个 为了爱 为了爱 他为我死 神是爱 他爱你被天海报心 神是爱 他似你敬美心生 我希望你专心生 教脱下 让你知道 神是爱 让你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